好的 歡迎各位再度來到阿宅反方軍國際新聞的現場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今天還是要討論新的國際消息 照慣例請到的瘋傳媒的言句 副總編輯來跟大家聊一聊 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各位觀眾好 主持人好 是的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第一則新聞是什麼呢 討論一下歐巴馬總統 美國總統歐巴馬 他上個禮拜到亞洲來 跟台灣都蠻接近的 可惜過門而不入了 他先到越南 送上大禮 解除四十多年的武器禁運 因為他顯然是挑老共 然後接著他又到日本 日本參加G7 就是希臘工業國會議 而且更重要更重要 他27號當天 踏上了一個 現任美國總統 從來沒有踏上過的地方 広島 通道 其實在這亞洲型 非常特別的地方是 第一個在越南 他其實溢在金蘭灣 但是先測的是一個軍售的 這個curfew 就是軍售的限制啦 也就是以後 越南可以跟我買軍購 但其實坦白講很奇怪 你開放人家要花錢跟你買東西 好轉 而且後續也有一些報導 95%越南的武器之前都是俄羅斯的 那所以你在彈藥補給 然後整個訓練上面 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但反正老美的意思是我要金蘭灣 那開這個給你呢 也是前奏 後續金蘭灣我反彈還會再付錢 那這個深水港我要定啦 這是一個 那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去日本 其實G7 我大概看了這個日經的幾篇報導 他都說G7的實質斬獲眼線 因為安倍這次提出來的概念是 全球的經濟 你要說復甦嗎 或者是經濟的預防都好 那在伊勢當地所舉辦的活動呢 沒有什麼讓人家覺得有心意的地方 但反而所有的媒體焦點幾乎都不在G7本身 而是在附帶行程 就是歐巴馬到廣島去的這個行程 對 那之前 上一個踏上廣島的美國總統是卡特 問題他已經卸任 是卸任總統 對 所以從1945年8月6號 當時美國總統都魯門 在廣島上空 在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 小男孩 小男孩之後 大概當場炸死大概六七萬人 然後事後那一段時間大概至少死了14萬人 沒有任何一位歷任的美國總統 現任的 再任的美國總統 曾經踏上廣島 這很長一段時間 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 包含美國駐日本大使 儘管日本民間一再呼籲說 每年8月6號到 你可以到廣島那邊看一看 不去就是不去 你去走一走 也不一定要求你要獻花講 說發表談話 但一直落不去 那一直到歐巴馬總統 他自己上任之後 他開始力推全球無核化 他一上任之後不久 他到歐洲去旅行 到歐洲去訪問 他就在布拉格 捷克首都布拉格發表 在露天場合發表一個重要演講 就是接觸他 這總統任期之內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推動全球的Nuclear Free World 對 這是他的一個夢想 然後在他的任內 說這個夢想實現了如何呢 基本上是ZERO 就大家說一說而已 沒有減少任何國家 然後大規模的採檢核物也沒有發生 包含美國自己在內 美國自己都不做 包含美國自己在內 包含英國 俄羅斯更不用講 北韓不但永和進行核彈釋報 還進行了類清淡的釋報 對 所以歐巴爾在這方面 實質成就而言算是角的白卷 但在他任期即將結束 他明年1月20號中午12點就要說拜拜了 是 在他任期即將結束的時候 再去廣島一次 等於說再把他的那一個 未實現的夢想再舉出來一次 但這是更具意義 比布拉格更具意義 也這是在全世界 歷史上第一個被原子彈轟炸的地方 光島 對 不過這一次的演說 其實坦白講有點冗長 可能是因為他必須要比較小心的關係 所以你看說他的用詞 很多時候在反覆繞在某些 這個上 就是因為他同時必須要顧慮到 美國本土老兵的心態 所以他不能夠用太過激進的描述 譬如說 在他發表演講完之後 當初頭彈的那個 飛行員的家屬 特別出來澄清 因為這過去有很多網路謠言 他特別出來澄清說 我們的親人呢 從來沒有因為頭彈而沾磚反側 或是精神壓力大 或是晚上睡不著 沒有 我們認為是猥瑣當為 所以也有比較這個 立場明確的老兵認為歐巴馬即使是這樣子的演講 都不太對得起自己國內犧牲的老兵 不過其實歐巴馬他這一次做其實算是蠻勇敢的歷史 歷史決定 當然也是因為他要卸任 他不必拼連任 他要拼連任大概就不會去了 那其實他從一開始就很明確講 他們絕對不會道歉 他會回顧那段歷史事實 他們會recognize 說廣島人民 當時遭遇的殘重損失 但是美國那邊絕對不會道歉 絕對不會為歷史性的決定 道歉 那美國官方的 官方的立場還是認為說 這兩顆原子彈 廣島加長崎 那直接促成了日本的無條件頭下 是 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浩劫 就是日本登陸戰 日本本土登陸戰 因為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日本登陸戰 如果發生的話 到底有多恐怖 第一個先聽口號叫一億欲碎 也就是他們已經決定要在本土決戰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至少讓你死一億人 那包含了本土他們自己的國民也算 那當年甚至更別提 你如果把他的前一個登陸戰役 把沖繩納進去的時候 你就還記得那時候沖繩居民 被逼著要自殺要殉國 他甚至有就是發一個手榴彈給你全家 說你自己看著辦 然後逼你從學校上跳下去 那坦白講在日本當時的瘋狂程度而言 這種做法是非常可能的 所以對盟軍而言 在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是合理的 避免了一個日本本土登陸戰更嚴酷殘暴的屠殺 即使在數學上 我們不管人道 你在數學上算一算都算合理 對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很多人 尤其像美國的日本老兵 美國的那種二戰老兵 他們之所以一直對歐巴馬去這件事情耿耿於懷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戰後的日本政府 跟戰後的德國政府非常不一樣 他們在面對自己的歷史罪責的時候 德國政府基本上就是一再道歉 對 大家一直道歉 我覺得德國領導人大概會一直道歉到說 世人慢慢淡忘那段歷史為止 否則每個德國總統 每任德國總理上任的時候 他就是要道歉 這樣不管你隔了幾代 但日本政府在這方面顯然就做得不夠了 不管是對鄰近的國家 包含曾經殖民的朝鮮半島 包含對中國大陸 包含他曾經殖民的台灣 包含更南邊的菲律賓 印尼等等 中南半島這些國家 他的道歉始終做得不夠 而且很多人就批評說 你去廣島的和平紀念公園 都說那天情況多慘多慘 但他有沒有把箭頭指向當年發動戰爭 發動戰爭的日本 日本的軍國主義者 更別說日本越人天皇 根本就剩留一條 碰都不能碰 但是我記得沒錯的話 今年的那個 Steven Spielberg在哈佛演講的時候 其實有特別提到 他的基金會已經在記錄跟調查 包含了盧安達的大屠殺 包含了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資料 但我中間還是要插個嘴 我嚴格來講我不是特別討厭謝長廷 但有時候我覺得他講話真的很悲難 就是在這個時候 因為當地人 廣島的受害者相關的單位有說過 其實不期待道歉 也不需要道歉 所以現場廷特別跳出來 講說這是很正面的一個被害者心態 我想說幹你屁事 你又不是被害者 你就是代表還沒有正式的 倒職素職的時候在那邊囉嗦 好抱怨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說 歐巴馬的談話是不是能夠發揮 真的具體效用 真的讓全球 在史多哥核武俱樂部國家 包含北韓、印度、巴基斯坦 包含中東的以色列等等 這位真的願意放棄核武 其實分析家都會說歐巴馬姿態做足了 演講也講得很有誠意 但是是不是能夠造成真正的改變 他們是非常非常誠意 小明不要直接一點 大家都是該演的演 你該擁抱的擁抱 該獻花的獻花 該說的說 但問題是你要大家廢核 除非是這個怎麼說呢 除非你把北韓整個打掉 他可以立即掃一個永和國家 否則你根本沒有辦法 在相互保證平衡的狀況下 讓大家廢核 特別是晚近的那幾個印度跟巴基斯坦 那講明了 雙方就是互相保證毀滅 那你除非能夠永遠解決他們的領土 種族文化衝突問題 否則恐怕短期之內還是沒有辦法的